民眾家裡面的家電想要太久換新 要把握機會了 這是農曆年前的最後一檔家電盛會 就在台北世貿一館隆重登場 這回號召了全球知名品牌大廠 超過了100家的廠商來參展 各品牌也祭出了展廠限定優惠 各式的家電降幅達到了萬元以上 甚至福利品清倉是三折起 小家電則是千元有找 國際知名家電品牌斷出各式各樣電器 來拼場 暖氣空氣清淨機 電冰箱品項白白種 過年前最後一檔家電盛會 就是要搶在農曆年前 搶公民眾太久換新熱潮 我想要看冷暖氣有比較便宜一點 過年了想要更換一些 原來比較不實用的東西 壓力鍋壞掉了 想要換一個壓力鍋 等不到政府蒲發6000元現金 因為這波下沙優惠超級狂 超過100多家廠商全力備戰 洗衣機冰箱與冷暖氣機等大型家電 優惠都有達到萬元以上 福利品清倉三折起 小家電也是千元有找 雖然折扣殺到健骨 但這背後成本卻是在默默增加 因為展廠市貿易館租金就要漲價了 因為大環境普遍來講 很多的原物料 還有整體的大環境並不影響 當然租金如果上漲之後 對我們廠商的一些費用來講 一定會增加 廠商含苦因為每瓶平均調漲200元 一展間平均大小12瓶左右計算 相當月租就要調漲2500元 不過各大品牌還是立抗高通膨時代 希望讓民眾開開心心過個好年 記者黃志杰 張晨彥 台北採訪報導